很感謝就是法官可以幫他死心 讓我們就是覺得司法還有希望 死者家屬哭到氣不成聲 聽到判決嘴上說著開心 但淚水止不住的滑落 內心煎熬只有當事人清楚 去年六月十五號 新竹東區一間輪胎行 發生縱火案 消耍陳彥祥因為急前債務 又質疑父母偏袒哥哥 當天爆發口角衝突後 犯人買汽油 返家縱火 造成包括嫌犯媽媽 妻子 三名子女 大嫂 妹妹 侄女八人 命喪火箍 檢察官認為嫌犯毫無人性 建勤法院判處死刑 如今一審判決出爐 誠信被告對直系血清尊親屬 犯殺人罪 出死刑 持著公權終身 僅因口角爭執 提由縱火泄憤 私者家屬當庭痛哭 感到很安慰 給我們一個 把我們往生存公道 又還給我們家屬一個公道 我去哪裡去再去找我的女兒 為什麼女兒這也不能回家 我真的白髮了 是我非髮了 犯犯無情的一把火 讓三代同堂十一口 八人命喪火箍 幾乎滅門 留給親友無法莫密的痛 記者和孟前貴 新竹採訪報導 我是徐國豪 在中視新聞首次坐上主播台 體會到播報新聞 所需要的穩健台風 以及掌握突發 即時新聞的隨機應變 為觀眾播報最即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 請鎖定中視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 飲料店外這名男子突然暴怒 對另一名男子大聲叫罵 男子越罵越氣 三字經都飆出來了 下一秒拿起掃把砸下去 男子怒氣沖沖先拿掃把做事攻擊 後來往旁邊猛力一砸 叫到掃把直接斷掉 真的有夠誇張 法案路那邊也有造成店家塗鴉要困擾 四處標國罵 我們這邊的附近的頭痛人物 警方一定有受理報案 地點就在台南市的國華街 這間飲料店的招牌被亂塗鴉 隔天中午男子經過 店員向前詢問 沒想到他惱羞成怒立刻發飆 國大標罵讓附近民眾都很傻眼 是在給他問而已 問說你怎麼樣 你吃怎麼樣 才會圓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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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線江洪顯查緝到案 全案調查後依公然汙辱及恐嚇罪送辦 另外塗鴉的部分也依違反社會資趣違法來裁罰 亂塗鴉招牌有錯在先 但卻惱羞成怒 標罵還敲壞掃把 讓附近店家不堪其擾 記者賴慣章 台南採訪報導 我是劉佳 我喜歡與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時事 國際脈動 財經動態 還有氣象資訊 最接地氣的新聞台 讓你重要消息不漏街 聊天的話題也不脫鉤 當然更多新聞 請鎖定中視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 我可以 再可以 白衣男死命抓住黑男子 把人壓在牆上 拿安全帽出手暴打 只見被打的男子 手暴頭痛苦的不斷閃躲 但對方完全沒在管 繼續往私裡打 當街大大出手 匡歐沒完 整條馬路 屏屏屏屏屏 居民嚇到趕緊報案 你是打的嗎 好啦 都 那你的身份證明 你正經 都炒得還要走 遠景到場趕緊把雙方給支開 但白衣男依舊怒火難憑 直手畫腳還在馬 日期號下午四點多 黑衣的李姓男子走在路上 被騎車的白衣男遇到 他立刻停車 當街男人回帽暴打 究竟有什麼邪海深仇 原來雙方過去是鄰居 陳姓男子曾經看到對方 跟自己的太太投傳訊息 認為李男是小王 路上多久對方忍不了了 Key Po Po給他教訓 被懷疑是小王當街打到見邪 李姓男子事後還是沒提購 不過把馬路當擂台嚇壞居民 警方仍以社違法送辦 就判不管是小王小城還是小李 家務事還是回家 好好談 記者張佑茨 紅玉蘭 特別報導 我是徐國豪 在中視新聞首次坐上主播台 體會到播報新聞所需要的穩健台風 以及掌握突發即時新聞的 隨機應變 為觀眾播報最即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 有人嗎 睡早了是不是 先生起來 窗戶搖下來一下 凌晨2點多 休旅車停在大馬路十四路口 巡邏遠景敲車門 看到駕駛以及隧道洞倒斜歪 先生有辦法起來嗎 不冷的話我就要開門囉 駕駛打開車門還在播放 並一舞曲 驚醒瞬間看到圓景 嚇到右腳直接踩油門 來 先來旁邊 先來旁邊 先來 先來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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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腳放開 事發地點在高雄三明區自由路 首旅車緩慢往前行駛 一名圓景推車頭 另一人緊抓駕駛右腳被一路拖行 先過來 先下車 先下車 總算搬開駕駛 踩油門的右腳 手旅車停下有驚無限 駕駛一下車 醉到站不穩 腿軟坐在地上 車上睡著是不是 因為我剛剛太累了 晃神慢慢的 對… 是不是有喝點酒 沒有 說自己也謊生 沒喝酒 但酒測器會說話 橄欖子酒測只超過法定標準 駕駛跟朋友聚餐 喝到凌晨酒駕返家 入口聽到紅燈睡到東到西歪 好險不是行駛中睡著 否則後果嚴重 記得夜正網 書宏高雄報導